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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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周梓森 然後是自由台灣黨部分區立委落選人 然後同時也是俗稱的性別檢察官 我幫我自己升的 從警察升成檢察官 我覺得女生會在公公司裡面碰到的主外 可能比較不一樣的是 很常年的女人這個身分就會被提出來 譬如說我自己在選演習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啊 幹嘛這麼認真啊 反正只要是女的就會上啦 或者是譬如說我自己選舉的時候 提出跟性別比較有關係的證件 那其實就會有很明顯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性羞辱啊 譬如說什麼妓女出來選啊 或者是台灣是個很進步的國家 妓女都可以替自己爭取權益 我就想說哈囉 一直講哈囉 本來就可以啊 你們是不是搞錯什麼事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女人要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 這其實不只是我啦 很多女性真正都會遇到類似的事情 你就會遇到這種 微微的事情 女性真正最常被注意的是外表跟婚姻啊 比如說都沒有人關心馬英九西裝的cuts怎麼樣 其實西裝的cuts我們都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都沒有人要關心馬英九的cuts 但女性真正我的裝扮外表 或是蔡英文到底要不要穿裙子 大家就很在意 然後要幫她配衣服 找設計師來 然後才不忍睹很恐怖這樣 我自己研究所唸的就是政治相關的 然後有時候我去我媽店裡面跟她的朋友聊天 她朋友就也是跟我媽年紀差不多的阿姨們嘛 然後就跟阿姨們聊天啊 阿姨們就說阿妹妹念什麼啊 然後我就說唸政治相關 然後阿姨就會眉頭一中 然後臉色一沉就說啊 早點哪太黑不好啦 就女孩子加念那個不好 然後我就內心五萬個百言 我覺得很有趣啦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要從政 你要在社會上展露頭角 展露頭角加一個引號 展露頭角你一定要比男人更男人 譬如說要有一些很強悍的部分 然後他們才會認為說你可能是一個合格的政治人 但同時你又不能 他又不期待你過度強悍 或者是你又超過了原本他們認為 女人該做的樣子 譬如說大家就會跟你說什麼 你看參政的女人就是會像呂秀蓮那樣子啊 結不了婚很強勢 或像陳菊啊 然後之類的 就你同時需要比男人更男人 比男人更強勢的去展露你陽剛氣質的部分 但同時你又不能過度陽剛 不然他們就會說你是男人國啊 或者是阿就是因為這樣所以講不掉 你到了總統啊 或者是行政首長這種位置 簡單來說就是你沒有看到 還有那麼多女人啊 你從統計上來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女人在這些位置上是很少見的 就是有一個人在講說 希望常常餵婚懷孕的滋味 其實類似的話有很多啦 比如說什麼 你主張性交易 那可以與你一點點點 真是亂七八糟 像是哈囉 到底是誰不要亂七八糟 做公共參與 你就會被更多利器的注意你的外表 對就是男性政治人物長很醜沒有關係 女性政治人物長很醜 你等著看你被就是狂罵吧 那長得太漂亮也不行喔 長得太漂亮大家就會說你是花瓶 靠就是長相選上的 或者是什麼 一定是就是靠跟很多人睡覺得到今天 因為我自己接觸台獨的關係 所以台灣我就立刻想到台灣人的處境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台灣人的處境 跟女人的處境 我覺得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其實就是有一個人一直來跟你說你應該要怎麼做 台灣是一個父權社會 我們在父權社會中長大 你一定會接觸這些價值 然後台灣也是一個 具有很明顯的中華民國傳統華人價值觀的社會 所以你也得去面對這些價值觀給你的壓迫 而且作為台灣人的壓迫 現在我們還是繼續在努力 皮脊很差的啊 就是剛剛前面幾題又有回答到 皮脊很差這件事情 你如果作為一個小女生 小時候長輩都一直跟你說長不好 就是脾氣不能這麼大 或者是甚至台灣的婚姻禮俗裡面 有一個parts就是你要丟扇子 就表示你進入婚姻之後要把脾氣丟掉 要進入婦家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加賽 我跟你講 脾氣拿掉不是什麼好事 有脾氣的人才會是不妥協 才會是堅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 我是台灣女孩周子萱 支持台獨反復權 憤怒是為了改變現狀 東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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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pped歌